这位男士称,我破产了,从拥有现金千万到负债千万,让我破产的就是现在最火热的中融信托。 2023年9月16日正式出了被托管的公告,也正式意味着我破产了。 以前看平台上的短视频,说从身家千万到负债千万是一夜之间。 我当时觉得这些人都是在蹭流量,都是来搞笑的。 但是当自己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无力回天,会觉得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一瞬间崩塌了。 我发现这个视频不是想呼吁什么,我只是想提示在中国像我一样的中产,珍惜好你手里的钱袋子, 不要相信任何所谓头部的金融机构,不要相信所谓的强监管和所谓的合同在利益面前, 他们废纸一张。你手里有钱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把控力和谈资,但当这一些所有现金沦为一张废纸的时候, 并不会有任何公告和机构会跳出来维护你的权益,你就会觉得世界观崩塌了。 中国财经领域掀起的风暴中,中职集团的财务危机成了继恒大之后又一场引人注目的事件, 被誉为中国最大民营金融财团的中职集团,近日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局当中, 很多投资者因中职系投资平台爆雷,所有的投资庆客之间化为乌有,也无处维权,只能自己承担所有的损失。 这位李老师是天津市一名中职债权人,70多岁了,自己还拄着双拐照顾患肝癌的老伴, 他们一直恳求中职集团把他们一生的积蓄对付一部分给老伴治病,中职集团领导一直未答应, 因无钱治病,再加上精神压力过大,李老师老伴9月23日含恨离世。 老人说,一条生命啊,让你们给气得他还能活吗?给他弄得那么焦虑,又是他自己买的, 你们说他自己天天后悔,后悔,成天的后悔,然后支持我去参加大伙的维权活动, 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几个小时,结果一直没有音讯,最后什么信息没收到,回家一看人走了, 要是没有这个事,精神不受那么大刺激,至于这样吗? 你们终止这些领导太铁石心肠了,你们无视我们这么多的困难, 你们以为我们跟你一样的撒谎,像你们一样骗人,到现在还拖着我们的钱不给, 结果给我们家拖得家破人亡,我也是癌症病人, 我老伴没有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现在还有一个独生女儿, 抑郁症还有其他身体问题没办法上班, 还有七千多的贷款要还,你们拿着我们的钱不给, 说那么多次你们都麻木,没有回音,让我们家怎么过呀, 是不是也让我等着拖到我没命的那天? 这位网友今年8月30日在微博发消息说, 他的爸爸因大笔投资中值系信托亏得血本无归, 他无法接受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含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爸爸投资的是最低利率的项目,如果完全按照合同条款执行, 根本就不可能爆雷。 有位维权客户全家投资了七千万人民币, 因为爆雷血本无归,在跟中值集团谈话的时候情趣崩溃。 中值集团的爆雷不仅让国内外投资者血本无归, 网日的繁华与如今的迅速没落更是留下了未解的谜团。 庞大的集团背后涉及众多政商板块和人脉关系, 在事件发生后被一步一步揭开。 事件开端是近日中值集团发布的一封公开信, 该公开信显示,由于之前采取的自救措施成效不及预期, 集团已经滋不抵战,存在重大持续经营风险, 短期内可用于兑现债务的资源,远低于整体债务的规模。 据资料显示,该集团资不抵债的程度已经达到了4200亿元至4600亿元, 但目前该公司的总资产却只有不到2000亿元, 可以说其债务规模超过资产规模的两倍多。 这进一步显示了中国规模达3万亿美元的信托行业已经深陷危机。 除了4000多亿的债务,中植系集团旗下管理的3.72万亿资金也暂停兑付, 高达3.72万亿的债务让中植集团在中国经历房地产业危机 以及经济增长乏力之际成为负债最高的金融巨头。 中植集团的债务已经远超恒大集团的2.4万亿元, 碧桂园的1.69万亿元,以及融创集团的8500亿元。 前面提到的中植系是指中国中植企业集团是一个持股平台, 它控股了8家上市集团,2家矿业集团。 而此次中植系爆雷的主要核心是它的金融板块, 其中包括了4家财富管理公司, 恒天财富、新湖财富、大唐财富、高盛财富、 还有5家资产管理中心,分别是中海盛融、中植国际、中芯融创、 中植资本、首拓融盛,还有6家持牌的金融机构, 中融信托、中融基金、恒秦人寿、恒邦财险、 中融会信期货、中融金服。 这些机构加起来的资产就已经接近3.6万亿人民币, 此次爆雷的金融产品是中植集团金融旗下的 定融产品。 一项低调神秘,屡屡以资本运作名震江湖的 中国民企巨头,为何背负如此大的债务呢? 有陆媒分析称,中植爆雷的一大原因是 源于其庞大的业务版图。 据资料显示,中植系涉足了包括房地产、金融、 能源多个领域,并且还在不断地扩大 其业务的投资板块。 今年7月31日前,中植系旗下就有106个信托产品, 违约爆雷,总价值约440亿元。 其中关于房地产投资的相关资产占74%, 房地产业的投资爆雷是拖累中植系的最大风险。 在过去两年中,中植旗下的中融信托 几乎踩变了房地产所有的雷, 涉足包括中国恒大、家兆业、融创等至少15家房企。 多领域投资如今变成大量的债务不断累积, 让这个昔日的金融巨头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该公司的金融产品监管过于薄弱, 此次爆雷的定融产品是一种非标的定向融资的资金池产品, 本身风险就很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监管十分薄弱,没有发债券资质的中职集团, 为了躲避监管部门的监督,绕过证监会和金管局, 直接向地方金交所报备后, 无需审核就能发行有巨大风险的理财产品。 据网上资料显示,地方金交所的金融产品 在2019年就因为风险问题被叫停了, 但由于报备流程过于简单,不必审核, 因此现在很多中职旗下产品都是拿着当年发的函, 填上日期接着卖,导致这些金融产品成了补充流动性产品, 也就是被变成了企业的资金池。 中职系集团通过募集资金池来为之后的投资资金做准备, 也就是拿着投资者的钱进行投资, 其中最主要的用处是借新债还旧债, 当旧债还不上,新的资金又借不来, 就会导致企业资金链破裂,形成以新借旧的闭环, 让赌不上的资金窟窿越来越大, 最终面临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清算的结局。 其实中职系集团的爆雷并不是无济可循, 从中职系创始人谢直坤及其家属身上就能发现端倪, 作为中职系商业帝国的创始人, 时控人谢直坤于2021年12月18日因心脏病突然离世, 令人意外的是,对于眼前的万亿资产, 其妻女及家属并没有争先恐后地抢夺继承权, 尽管高层名端在不断地变动, 但到现在谢直坤的接班人也一直难产,没有定数。 有分析认为,随着谢直坤的离世, 中职系就像一艘失去剁手的巨轮,迟早都会出事。 也有业内人士直言, 靠高杠杆、低风控的野蛮方式起家的中职系, 在中国直线下滑的大背景下, 即使它的创始人建在,最多也是延缓爆雷, 现在的中职系就像多米诺骨牌, 只不过在随着第一张骨牌的倒下而陆续坍塌罢了。 中职系的爆雷给众多的投资人带来沉重的灾难, 导致多年的积蓄血本乌龟, 很多的投资人准备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维权, 但在中共统治下的环境并不能起什么作用。 北京的投资者王立23日向媒体反映, 看到中职系致投资者的一封信之后, 心里只有绝望两个字。 他认为中职系集团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该做准备的都做好了, 剩下一堆的空壳子和一堆要不回的烂账让债权人分, 而普通债权人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件事情的发生, 什么也做不了。 王立是从去年开始购买恒天财富的定容产品, 共投入了200万余人民币, 但他是在大批的投资者当中算是小数目, 许多人都是千万级别。 他还表示,他是透过邻居介绍才买的理财产品, 他的邻居在中职公司总部公布了八年多, 属于最低层的员工, 这位邻居自己也投入了数百万元。 有投资者向媒体透露, 中职内部的人员、家属, 以及与其有关系的高官等人员早已经将本金取出, 现在出来维权的债权人都是底层的老百姓。 一位受访者向媒体提供了一段录音, 这段录音是债权当事人10月25日去维权, 在中职集团总部的接待会上讲的内容, 录音是一位北京老妇人, 她购买了大唐、新湖的产品, 6月末,新湖产品到期, 本应该本息全部兑付, 但是中职集团方面一直拖延, 她亲自到公司找领导, 对方只是寒暄和安慰, 并没有提供解决办法。 录音中这位老人说, 理财顾问问我有没有认识的政府官员, 包括税务公安、派出所、警察等等, 凡是在上层的这些官员, 你有没有认识的, 如果有认识的, 你赶紧报上来, 这就能给你考虑兑付。 但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 现在回想起来, 他们就是走偏门, 只有政府人员的钱, 才能给提前兑付, 如果是老百姓的钱, 就不予考虑。 所以说, 现在我也明白了, 这就是一个骗局。 北京投资者王立也表示, 在北京朝阳区派出所, 一名经侦跟我说, 里面有点门路的, 收到预警的机构, 都已经提前把钱取出来了, 相关的人, 金融系统的这些人也都撤出去, 所以真正的富豪早都已撤出了, 你们这些最后办的是真的没有办法。 王立还获得确实消息, 今年二三月份时, 中职公司提前兑付了七十一期产品, 其中有提前一年兑付的, 王立说, 他们就是把自己人的钱都兑付了, 自己内部的家属, 还有一些他们惹不起的人, 比如很多的政府官员和高管, 剩下的基本都是一些小企业主, 还有像我这样的, 相对收入高一点的中年人, 还有的就是老年人一辈子的积蓄, 坑的真都是底层的老百姓。 中职系爆雷后, 王立和债权人在维权的过程中, 渐渐地了解到中职公司的一些内部消息, 让他们彻底明白自己跳进了一个陷阱。 一位员工向媒体透露, 中职集团里面没有购买理财产品的员工都早已离职, 因为现在从中职集团出去的人, 在外界名声都很差, 出去不好找工作, 目前留在中职集团继续工作的员工, 要么是手上的客户是投资过亿的, 要么是自己有很多投资, 想留下来收回本金的。 据了解, 投资中职旗下定容产品的最高额度是买50亿元, 内部员工透露, 投资50亿元的应该是一个代持者, 即有人为了避税, 或者他的钱见不得光, 就会找人帮他代买定容产品, 因为定容产品购买的程序没有那么严格。 对于维权的进展, 北京投资人王立感叹道, 感觉中职系从里到外都已经太烂了, 我们去维权, 那么大的事情没有人管, 还有证监会的信访窗口的人说, 我们活该, 说是你们自己的钱自己没看好, 官方不作为, 能把钱追回来的希望不大。 截至日前, 最新消息显示, 11月25日,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报, 已对中职系所属财富公司 涉嫌违法犯罪立案, 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同一天,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微信公众号称, 除了对中职系所属财富公司 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之外, 还对谢某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 采取刑事措施。 据中国基金报日前报道, 警方抓捕的是创始人谢直坤的亲属, 此案虽然开始走司法程序, 但是该集团欠下的债务该怎么垂长, 官方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中共官方的通报说明了, 已经将此事件定性为非法集资。 有网友分析称, 从中职集团发家时就不难看出, 该集团的资金链肯定是会有巨大问题, 但官方一直默不作声,放松监管, 放任该集团做大做强, 收割人民的血汗钱的原因, 可能跟中职集团的政治背景有关。 中职金融帝国的初期发展得益于联手国企和央企。 2002年,中职集团便联合哈尔滨国资委, 黑龙江省牡丹江新材料公司等国企, 成立了中融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2010年, 谢值坤将中融信托36%的股权, 让渡给前央企、 恒天集团旗下的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利用央企和国企加持中职系。 随后, 谢值坤把这一模式复制到中职旗下的 恒天财富、 新湖财富、 大唐财富、 高盛财富四大财富管理公司, 继续利用国企和央企为中职系保驾护航。 除了运营模式, 中职集团聘运的人员也值得细品。 2022年4月15日上任的中职集团总裁 严茂坤北八初 曾在中共最高法院工作25年, 曾担任最高法审监庭庭长大法官。 他是有名的信达庄胜数百亿黄金地段块的 主审法官。 2020年底, 他辞去法官职务, 受聘到中职集团任首席封控官。 严茂坤为何能在短时间从内控官 摇身一变成为一把手, 原因成迷。 此外, 2022年离职的中职集团常务副总裁 首席经济学家王允贵, 也曾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任局长。 首席运营官牛战斌, 曾任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 由此看来, 中职系集团与中共的高官群体的关系 互联网十分密切。 因中职系的创始人谢之坤的太太是著名歌星毛阿敏, 在中国的文艺界, 中职系也数大根深, 此次爆雷事件对文艺板块也有十分巨大的影响。 一位拥有40多万粉丝, 有一定权威性的股市基金经理人爆料称, 著名歌手江峰和张子怡离婚的真正原因是江峰拿着张子怡的钱投入了中职系的信托, 中职系爆雷, 两口子亏了九位数, 上亿资金。 除了江峰、张子怡夫妇外, 影视明星邓超、孙丽夫妇、 黄晓明、杨颖夫妇等, 他们都投入了千万以上的资金。 其实中职系很早就介入了影视界, 2011年中职之本认购大唐辉煌股份, 成了重要的股东, 后有投资中南文化娱乐公司, 中南文化后来成立了中南影业, 成为徐征我不是药神的出品方之一。 2019年中职集团成了中南文化的实控人。 另外,中职集团本身的文艺板块还包括芒果TV、 博纳营业等。 据媒体记者挖掘发现, 中国大陆的知名电影公司华裔兄弟是中荣信托的大股东, 此次事件中也应该受到不小的影响。 独立撰稿人诸葛·杨明对媒体表示, 中职系这么多年都很平稳, 娱乐圈多年来与其关系密切, 加上影星毛阿敏的关系, 收入不菲的明星艺人把钱放入中荣、 信托等中职系平台投资理财, 这对他们原本是个很正常的选择。 中职系暴雷, 估计很多明星艺人都会血本无归。 有关张子怡等大盘明星踩雷亏本的事, 恐非谣传。 他还强调, 中职系暴雷是一个征兆, 预示着中国金融行业将崩溃, 在这个大背景下, 在中国进行任何投资都难保安全。